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金条是越来越不够用了 最近小强一直都收不到金条 贼难受 以前咱们缺配方产业 没想现在反而缺金条 你们看咱们买完配件就只剩一金条了 小强从来没试过这么穷 王一什么时候能照顾一下采集王家 现在材料价格这么低 干一天才三四万金条 本来王家选采集 涂的就是清闲 没想要王一居然把它弄得这么干 恨不得让采集王家干满24小时 这也太不整心话了 采集职业打副本很困难 基本上看到队伍有采集的立马就踢 他们真的是处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茶位刷不了就算了 还有更惨的连海岛都过不去 策划为难采集王家不就等于为难我们这些科金的吗 他们装不了金条我们就没地方收 金条都没有那还玩个锤子 一个头盔都得卖个十多万金条 护甲就更不用说了少说也要30万以上 雷托的话起码也得花70万金条 就咱们每天装了这些小金条 怕是连个头盔都买不起吧 之前缺技能点我就想着去打一下辐射高效 出来的时候护甲就没了一棒弹酒 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了小偶特别快 如果王爷再不照顾一下采集王家的话 那咱们真的很有可能会饿死 毕竟科金王家不可能每天打一下副本就下线了 总得去远星辰批一批或者拆架玩一下 这样一来装备就会小偶很快 金条链断的话极有可能会造成一波退优呢 现在小强很穷咱们弄点东西卖一下 我记得星红闪电还有一只制作私塾 看能不能洗个好属性这样就可以拿去卖了 第一次运气不好技能没多少咱们继续 第二发好一点但技能还是太少了 咱们去飞机口买点光刻笔 小强打算再洗一次看能不能洗个小级品出来 事不宜时赶紧回家洗一下 这个属性好菜呀还没第二个好呢 算了看小强运气也就这样了 缺金条的质值真是太宝贵了 轻辟技能点都不缺 唯独缺金条买航空盲手 想点机商技能都点不了贼郁闷 突然想起我们还有很多的兑换券没有用 咱们去换个宝箱看不知道能不能出个好配方 我许出了个仿鞠躬配方根本没用 芯片就开到一个副兽小强的脸可真够黑的 算了咱们还是去拍卖出售物资吧 要是小强的枪狗和握把都能卖出去的话 那就不缺金条用了 现在也没办法把能卖的物资都给卖了 先暂时顶一顶看能不能熬过去 毕竟用小太阳换金条是真的特别亏本 不到忘不得已小强都不想换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在这里 我是小强我们下期见 拜拜